公主远嫁他国,宋亲大臣半路偷偷换成自己女儿,将公主另嫁他国当小妾。 读历史,明事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《红楼梦》中的黛玉曾写过《无美银》,同情那些美丽无双却红颜不命,无法掌控人生的女子。 她们恰如水中凌落的桃花一般,只能随波远行,不知自己将要去往何方,男尊女卑的时代里, 决定她们未来的是父亲、兄弟、丈夫、君王或主人,总归不会是她们自己。 中国有一句古话,自古红颜多薄命,那些有着倾城绝色的女子。 往往最终都没能拥有一个好的结局,冷美人包自最终下落不明,有着落雁之容的王昭君远走他乡, 唐朝的游物杨玉环最终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,在古代中国向来不缺美女, 可她们大多数都与上述的角色美女们一样,难以善终。 插个题外话,关注小编,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。 欢迎订阅。 好了,言归正传。 众所周知,在帝王之家,男性可以拥有争夺王位的资格, 而公主们不仅生来与王位无援,很多时候,他们还需要为了国家牺牲。 与他国联姻,一旦被选定为联姻的对象,就必须远离故土, 尽管他们从未参与混乱的政治生活,但却无法避免地成为政治的牺牲品。 在现实生活中,每当人们听到公主二字时,总觉得他们应当是生在生归, 养在生归,受到万千宠爱,拥有寻常人家的女孩遥不可及的物质生活条件。 其实,这些也并非是人们毫无根据的想象, 毕竟公主生于帝王之家,拥有这些待遇亦是理所当然。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东西,当我们拥有,享受某件事物时。 必定需要为之做出相应的牺牲。 从春秋,战国到明清时期,公主出嫁都是一件很有讲究的事, 对象绝不会是随意挑选的。 他们的婚姻在父兄安排下往往戴上政治色彩, 乾隆故伦和进宫主嫁蒙古科尔沁部辅国公色不疼巴勒朱尔, 可就算是公主,婚姻也不一定会幸福。 北魏的兰陵公主怀孕时遭到驸马流灰殴打导致流产, 自己也因此身亡,可谓悲剧到极点,类似悲剧历史上数不胜数, 甚至公主出嫁都可能被礼带淘江, 这种看起来跟小说情节一样荒诞的故事。 2500年前真是发生了。 故事中,这位远嫁的姑娘就是齐景公的女儿少将, 她要嫁的就是晋平公,虽然出生时间没有记载, 但晋平公大概率比齐景公要大, 晋平公在公元前557年继位, 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麒麟公, 麒麟公最开始尊靖国为霸主国, 但时间长了就越来越想脱离靖国, 而寻找齐国的再次强盛, 晋平公刚一登机就给了麒麟公一个下马威, 领兵攻打齐国,围攻林兹, 麒麟公大败,左传记载, 紧追,碎尾林兹, 尽烧突起锅中,这一仗把麒麟公打怕了, 但没过几年, 麒麟公就死了, 其子斋庄公继位, 斋庄公利用晋国的叛臣搞事情, 又被晋平公收拾了, 齐国在抗争晋国的路上还没有走多久, 就内乱了, 这位斋庄公给自己的臣子戴了绿帽子, 然后脑袋被搬了家, 他的弟弟齐景公就被扶上了国君之位, 齐景公继位后, 齐国的内乱大爆发, 倾族之间相互争权, 齐景公很多时候只有无奈的份, 先是崔氏和庆氏共同执政, 后来庆氏灭了崔氏, 而田氏,豹氏, 然后鸾,高共同执政, 到了公元前532年, 田氏联合豹氏又解决了鸾氏和豹氏, 齐国的清族势力只剩下了田氏和豹氏, 这个时候田氏主动将得到的封地和财产献给齐景公, 以齐德到公族的支持, 直到这个时候, 齐国的内乱暂告一段落, 齐景公的统治才走上正轨, 而在此之前, 因着内乱, 齐景公的外交政策是亲近, 亲近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? 自然是联姻, 于是齐景公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少将嫁给靳平公, 齐国的这个小公主虽然年纪小, 但是长相非常的出众, 并且聪明伶俐, 当时送嫁的是齐国的一个深刀夫陈吴宇, 到了靳国以后, 靳平公突然发难, 觉得齐国不尊重自己, 竟然让一个品阶不高的人过来送嫁, 小公主听到以后直接说, 你们靳国过来迎亲的人也只是一个深刀夫, 品阶相同, 你有什么好不高兴的, 靳平公看到齐国小公主不仅长相好看, 还口齿凌厉, 当下就心生喜欢, 就这样, 年仅十岁的小公主作为政治联姻远嫁靖国, 在小公主嫁到靖国之后, 齐国诚然没有再经受靖国的侵扰, 国家日趋安定, 百姓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更好, 然而好景不长, 这位小公主薄命, 远嫁过去没几年便忽然离世, 一时间齐国悲痛不已, 这是齐国转念一想, 如今联姻的小公主与世长辞, 那么他们与靖国的联姻也就不复存在, 如此一来, 齐国又将面临巨大的威胁, 为了不让国家再次处于危险之中, 齐国的君主决定再派一位公主联姻, 就这样, 公元前539年夏天5月, 靖国的寒启再次到达齐国, 为靖平宫迎娶齐景宫的女儿, 只是这一番折腾后, 虽然可以换来国家之幸, 这位公主的命运却要比前一位更为不幸, 据悉, 当时齐国一位名为公孙差的大臣, 眼见少江公主在靖国生活的锦衣玉石, 于是起了贼心, 将自己的女儿与公主做了调换, 如此一来, 自己的女儿成了公主, 而真正的公主, 则不再是受人敬仰的公主了, 则被公孙差送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国里, 充当其诸侯王的妾, 堂堂的大国公主突然之间就给别人做了妾, 齐国公主面对这样的命运, 她也无力抗衡, 只得乖乖听天由命, 虽然这位公主嫁的是一个小国, 但是却受到了这小国君王的宠幸, 小国君王的后宫也不像靖国那样后宫纷争不断, 因此她的一生也算过得平稳, 从这一方面来说由获转服, 如此荒谬之事, 难道靖国人就意识不到吗? 当然不是, 韩宣子是靖国朝廷内数一数二的政客, 对于权力争斗, 而与我诈要有了丰富的经验, 因此, 在面对公孙差的狸猫换太子时, 韩宣子选择了视而不见, 原来, 韩宣子对于靖国的将来也已经失去了信心, 当下知己就是连接近其两国的权力阶层, 以便在危机发生时自保, 再加上试问靖国之内, 又有谁见过这位公主的真面目, 既然没有。 那又何来调包一说呢? 韩宣子与公孙差各自心怀鬼胎, 互不说明, 却又在暗地里达成一致, 成就了一段乌龙式的国家间的政治联姻。 就这样, 靖国与齐国的二次联姻就这样顺利完结了, 从外人看来, 这次联姻似乎是一次顺利的联姻, 因为近期两国顺利联姻, 换来了两国一定时间内的和平与安定, 可怜的公主只得被安排到附近的一个小诸侯国, 在那里度过了自己平淡的一生, 讽刺味道十足。 我们再来看看公孙差的女儿, 被自己的父亲送作为齐国公主送到靖国。 公孙差口口声声是为女儿的幸福, 但她又怎么看不到前公主少江的红颜薄命呢? 说到底, 公孙差的行为是绝对自私的, 没有任何遮羞不可以为她掩盖住这一切, 她的做法根本就没有为女儿的幸福考虑, 全然把她当成一个政治工具为自己谋求利益。 在这场政治联姻中, 最可怜的就是女人了, 自始至终, 无论是公主还是大臣的女儿, 她们没有任何的自主选择权利, 一国君主为了谋和平, 牺牲公主前去和亲, 公孙差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选择, 将公主调换成自己的女儿嫁入敌国。 即使是有一定地位的女人, 依然逃脱不了这般被人摆布的命运, 时至今日, 我们该如何评判这位公主的结局呢? 她被人偷走了, 属于自己的命运, 由公主变为了一个平凡人, 她原本应是正事, 最终被迫成为了别人的小妾, 然而, 倘若她远嫁到了禁国, 是否还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呢? 如此一番分析后, 最终的结局到底是好是坏, 我们实在难以下定论。 在古代社会, 美人, 甚至是绝大多数的女人, 她们的命运几乎从来不曾掌握在自己的手里, 父权家庭压榨她们。 国家政治利益逼迫她们, 在历史的长河里, 她们常常没有完整的性命, 但我们亦不应让她们就这样随着历史一样烟消云散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 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